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5日的散打2点来 今天开始的时候先讲讲就是我公司有个同事 上个星期就请了两天假 因为他说想去看一下珠海举行的航天战 当然这也是一件国际的城市 有一集我好像也有介绍过 这个同事就是比较新加入我们的公司 他来自国内的,他本身是安徽的 在香港读了一年进修班 他在国立大学毕业后来香港读了一年进修班 然后透过在香港留学生的工作 我们就聘请了他做了一个入门的讨论 当然他对国内的认知会比我们多很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从他身上可以对国内的种种情况 可以有一个更加落地的理解 这个同事当然就很兴致勃勃地去参加珠海的航天战 他回来也很兴致勃地形容在航天战 看到的各类新型的一些飞机、战斗机 一些军事用途与民航用途的一些空中设备 也提及到他也看到中国最新研发的 自己研发的战斗机 这个J35A 也兴致勃勃地比较 因为今次的珠海航天战 当然中国的无上限的一个伙伴关系 俄罗斯也有参与 但是其实参与相对有限 不过他就派了俄罗斯其中一个 形容唯一一个英雄级的首席国家队的 一个是非员 单人匹马驾驶了俄罗斯最新型的 这个蘇五十二型 还是五十七型 我不太记得你已经的战斗机 从俄罗斯飞到珠海 当然中间要加油 但是外电也有报导的 就说这位俄罗斯的一个国家级的 一个最顶尖的是非员 那天来说的话 驾驶俄罗斯的战机 就是俄罗斯的战机 就并没有穿到一般这个战斗机 就是这个空军的那一套整套的那一套 装备的制服 就只是相对是便服 那样就已经 那一套整套到中国 就是非常之神彩 非常之令人眼前一亮 也都驾驶俄罗斯最新型的战机 就做了好几个高难度的动作 主要就是表明俄罗斯是空军 特别是战斗机的研发制造技术的成就 同时也很兴高彩 比较中国的战斗机和俄罗斯之间 当然这个也是值得我们都骄傲的 中国自己研发的战斗机来说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到一些比较的话 其实这个已经是去到第五代的战斗机 其实就是中国这个自己研发的战斗机 那个飞机的技术 和种种的一些设备和规格来说 基本上是跟全球前列的 甚至是美国的F-35来说 都是不枉多样的 我不是一个军事也不是武器的专家 我拍档Eddie可能在这方面来说 比较清晰 但是我大概看过来说 在这个战斗机的设计 以生产技术来说 製造或者种种来说 其实研发来说 其实中国也是绝对在全球的前列位置 当然这些消息的话 当然也是让作为中国人的话 因为国家在科技上的成就来说 感到自豪的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用一个分析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来说 我会觉得就是 当然这个是技术的研发 制造这件事情 当然是没有后悲的 对 不过我只是想说 其实你想想 如果现在说到 武器、军事、装备来说 俄罗斯当然也是一个强国 不用说了 另外一个在亚洲区的 就是 也是 认知度很高的 我不是说日本 不要搞错 是北韩 其实 如果你说说 冰武器的生产研发与出口来说 北韩也是绝对在一个 在前列的位置 它的技术 是否能够去到 跟真正一线的国家 美国、俄罗斯、中国比拟 我相信是没有 但是 如果以北韩的国家的经济力量 相对于它在兵器上 武器上的投入 和研发出来的成果来说 绝对是 骄人的 我们有时候看这些 我们也要看看 他们不同国家的付出 投入的是多少 和本身的经济能力 去比较 如果一个强国 经济强国 能够做到某一个水平 这个 你觉得是 起码要达标的 但是相对来说 如果是相对经济 比较薄弱 一些人的 人口也好 科技方面的水平也好 如何 能够做到这样的表现 当然值得加分 而北韩很明显地 在这方面来说 成就是高的 相对于经济的状况来说 事实上来说 北韩的武器来说 也都是 起码没有一个正式的记录 但是从种种的报道来说 都是相当大量地出口 在一些 譬如说 中东 非洲 或者东欧 俄罗斯当然 不单止只是兵器 老实说 现在北韩来说 连真正的军人 也有帮俄罗斯投入 参与在乌克兰的战役 所以在俄乌战役当中 也完全可以合理地猜测 北韩所做的武器 也是相当广泛地 大量使用 当然 对北韩来说 这也是一个 金额相当可观的出口 因为北韩能够 透过出口 赚到真正外汇来说 我想在武器 或者兵器方面来说 也应该是其中一个 最大的收入来源 俄罗斯当然 也是绝对不论识 因为在任何国家 投入战争来说 资金的使用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上限 就算去看其他国家 比如美国那时候 或者美欧的国家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在战争的时候 是非常时期 非常时期 有非常时期的 运作的 决定的需要 所以 美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对国家的债务 投入 也去到历史高位 现在很多人 包括Elon Musk 多次地警告 美国现在负债 是去到一个核人听闻的水平 甚至乎 随时会 令到美国 崩溃 但是 如果看回现在 美国的负债 占的GDP 来说 其实跟二次大战的时候 仍然有一些差距 好 所以言之 在战争的时候 这些 已经不是 考虑的要点 而且我想说 其实你看回很多 一些 我不想说是落后国家 但是如果你看回 比如说 苏联 北韩 这些来说 甚至可能是 其他中东的 比如说 伊朗 这样的话 其实 他们在经济的发展 来说 都有不少的一些 问题 或者障碍 但是很多时候 就会透过这些 研发武器 某些科技上面的 一些领先的话 就去 平定 或者去分散 各人的焦点 而比如说 俄罗斯 其实 如果大家 对历史有少少认知的话 在俄 多次就是俄罗斯 是苏联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 那几十年来说 从经济角度来说 其实苏联的经济 当然 发展 和美国是 不可统一而遇 但是 起码在武器方面 的话 在外太空技术 在核的发展 其实和美国 仍然是一个 併价齐居的水平 所以 透过这方面的 投入的话 也令到 经济状况 不是太理想 但是 也分散了 有效地分散了 就是 国家人民 对国家的一些 可能不满的情况 而聚焦了 就是 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 是多么嬌人 而令到大家 就是 那个嬌人成就 是可以取代有饭吃的 就算你没有饭吃 吃不饱的话 不要紧 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 在全世界来说 是非常前列为止 那么已经 那个骄傲 已经可以填饱肚 在某程度上来说 所以 我们这个情况 当然 我不是借这个 去说 中国现在的情况 就是 人民连饱饭都没得吃 就靠 发展这个 航空技术 之外之外 去分成人用 我不是 绝对不是说这件事情 我只是说 就是 参考其他一些国家来说 有些国家 是有这样的 过去的历史处理方法 我绝对不是 就是将这些国家 和中国画上等候 大家不要乱扣我母子 这件事情 不过如果说到这方面来说 当然 你说 中国其实不单止 只是在这个 就是 航空技术 太空技术 的成就 骄人 在这些 民事方面来说 民用方面的技术来说 也是 发展 资快 技术的水平之高 亦都是灌着全球 其中一个最多人说的 就是中国的高速铁路系统 和网络 这件事情 而事实上 我们有不少网友 都有留言 就说 特别我 可能对中国的国情 或者对中国 过去这些 二三十年的发展 来说 有点脱节 OK 就只是觉得外国的月亮圆 中国的月亮不够圆 不够大 就是 我想 我完全不否认 OK 我当然不可能是 就是 那些 经常去国内的 所以对国内的情况 是疗欲指将 我当然绝对不是 那些 有一段时间 都卖不到 那样的形容 的水平 OK 但是 我还未至于 对中国的种种情况 是一无所知 都未至于 这么资讯 贫乏的地步 我希望 对于中国的 铁路系统来说 老实说 我也自己有回答过 OK 我甚至乎 我想铁路系统的话 由最初的时候 那种硬板凳的形式 我也回答过 去到那些有睡铺的 就是有恶座的 OK 但是那时候 是三层的 就是一个车卡里面 三层的 那种 可以睡觉的车卡 我也回答过 OK 你说高铁 OK 现在的中国高铁来说 由我们平时 由深圳坐上去 就是 这个 广州的 和系号 以至 譬如说 我也都 在成都 重庆之间 那一段来说 的话 他们那个行车速度 是再高速一点的 我也错过 甚至乎 在上海 暂时 至少到现在来说 也有所認知 我絕對不可以說是專家 所以對於中國鐵路網的覆蓋率 以及現在的技術來說 我也有一定的認知 你說是否值得驕傲 我也同意是厲害的 先不要說我們持願浮 老實說持願浮我有點而覺得 是 應該中國現在傳球來說是少數 如果不是唯一的話 起碼是非常少數 是商業的營運持願浮 當然網絡不是很大 但起碼是有商業的活動和建設的 但是上海的持願浮 就我所知道 如果我認知錯誤的話 我很歡迎網友指證 其實是大量地使用德國的技術 因為最初的時候 其實上海的持願浮 應該是中德兩國的一個合作 但是後來我不是很確定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沒有認真去深入研究調查 最後好像德國的資金沒有繼續投入 不過技術方面來說 仍然有繼續提供這個技術 所以其實上海的持願浮 都幾大程度上 都大量地借用德國在這方面的技術 至於中國在第二些高速鐵路來說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也當然投入了很大量的人力物力資金 去研發如何做得更加完美 所以今時今日在中國版圖以內的 所謂叫做高鐵 即是高速鐵路的網絡來說 這個覆蓋率 以至鐵路的總長度 絕對是灌注全球 完全沒有 不需要爭議 今時今日 或者我可以分享一個 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 我們也有看過一些數字 如果我們看看 這是從《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當中的一張插圖 看到這是中國高鐵路的總理數 從2012年當時來說 大概只是五千、六千里 這是英里 不是公里 這是英里 的話 2012年大概 我這樣看 挨波一下 六千左右 到現在 即是今時今日 這個數據截至今年的九月 已經鋪設了 都已經是 再次目測 應該是兩萬八千英里 這個增長絕對是強勁 即是二萬八千里 如何去理解這個長度 基本上已經可以圍繞地球一周 即是那個長度已經是長到這樣 完全是遠遠拋離別的國家 即是如果你用美國來講的話 美國其實沒得比 美國現在好像就我記憶的話 是一條高鐵的 叫做埃近高鐵的鐵路 都好像是沒有的 OK 而中國來說 現在有二萬八千里的鐵路網 已經鋪設了 是一個使用的 這些完全沒得比 是不是? 不用說 而且來說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也是讓很多中國人引以為傲 而這件事我也絕對是覺得 是要給一個正面的評價 給中國 在技術和承擔 因為這件事 投入的金額是驚人的 投入的人力物力的資源 也是絕對驚人的這件事 而再加上你看回這個相對短的時間 由2012年到現在2024年 這裡說的是十二十三 即是十三年 的時間來說 這只是高鐵 不是中國的總鐵路 這件事要搞清楚 只是高鐵來說 已經在說 由二萬八至六萬 已經在說四倍多的增長 這是絕對驚人的發展 還有 如果你看回 至少外電所報導 中國高鐵的準時度 安全度 都是在世界前列位置 這是絕不簡單 絕對驚人的 所以 中國人民為這件事 而感覺驕傲 這是我完全無可匪議的 這件事 剛剛也說過 中國的高鐵網絡 現在也很驚人 但是 中國其實現在仍然 不斷投入資源 去進一步擴大鐵路網 我見過的一些報導 就是說 現在的目標 是去到2035年 還有十一年時間 現在二四 2035年 會將現在的高鐵網絡 再增加50% 假設現在二萬八 即到九月 根據彭博資訊 現在二十八 即到二十三年 再加多 就是萬四 這已經非常驚人 中國的高速鐵路 到底網絡有多幅覆蓋 範圍大呢? 我想在網上 找到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 應該是截到今年年頭 不是最新的 不過 我想今年年頭和九月 應該都不至於爭天拱地 但是 都可以看到 其實這是中國版圖 而中國的版圖 其實西大西北 都是很荒蕪的地方 所以其實 基本上 中國的經濟運作 核心 都是在東南 北 這些地方 其實如果你看回 這個覆蓋 中國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城市 當然一線城市一定全都遮蓋了 其實二線 甚至到三線城市 現在的覆蓋 都算是幾足 剛剛也說了 現在的計劃 就是十一年之後 就會將現在的鐵路網 就再擴大 50% 到時候 那個覆蓋就更加厲害了 我想也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高鐵的 網絡覆蓋的情況 如果是總鐵路 即是不僅是高鐵 包括一些比較舊式的鐵路網絡的話 中國鐵路的網絡就相當強勁了 這一個就是 也在網上找到的 這就是中國的整個鐵路網 包括高鐵也好 平時那些 一般的 仍然是比較慢小時的鐵路 其實你也看到 真的相當厲害 不過我也留意到 這個圖當中也蠻有趣的 實線就是現在已經完成了 虛線就是 under construction 即是在建當中 所以你看到有不少虛線 當然實線的是佔很多 其實本身鐵路網已經開發 已經是相當完善 只不過就是 當然再可以再一步做得好些 所以虛線相對佔的 就比較少些 不過我留意到一件是蠻有趣的 就是 這個圖當中 也包括了海南島 也包括了台灣 甚至乎如果你看到台灣來說 我嘗試放大給大家看看 OK? 這個圖在台灣來說 台灣本土的鐵路 這裡也顯示了 OK? 但是有一條虛線 就是由台灣去到Pan Teng 這個地方 根據它顯示 是在建當中 可能我真的太過井底之蛙了 或者我的資訊實在太過不更新了 OK? 我是真的沒有聽過 現在有一條再見的鐵路是會由這個Pan Teng 連貫台北的 再次 我的資訊可能真的不太更新 如果大家有這方面進一步的資料可以分享的話 就非常多謝大家 我會很樂意地對這個方面增加有所認知 OK? 不過 這個就是 在中國的角度來說 的版圖和整個鐵路的網絡 但是我反而想 就中國現在的鐵路和特別高鐵來說 也想留言 我也說 我也是一個中國人 雖然是香港出生長大 我也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 我另一個身份就是一個分析員 如果從分析角度 或者經濟的角度來說 對於中國這個鐵路網 又如何去理解呢? 當然 在中國來說 其實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 其實都是走同一的做法 OK? 基本上鄧小平開始 那個思維都是 永遠都是 建立 然後他們將來 從基礎建設 從一些電網 公路、鐵路 到房屋都好 OK? 因為 那個供應 很多時候都是走在需求之前 因為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驗 就是經濟發展很快 如果你 等到有一個需求出來 你才去建立的話 你就會 建立了一個瓶頸 阻礙經濟的發展 所以過去30年中國營運的思維 就是永遠都是供應要走在需求之前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供應的理念 所以 到現在來說 都仍然似乎維持這個想法 OK? 所以 所以 你現在看回中國來說 無論是由電動車也好 太陽能也好 再生能源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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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是 走在需求之前 那就是 先要建立這些東西 先要生產製造 這樣就會 它會出現 OK? 建立後日會出現 這就是 你建立後 就自然會有一個需求 這就是供應的思維 但是這件事也衍生了 現在中國面對的困擾 OK? 這就是我過去都說過很多次 不少我 很多西方的經濟學家都不斷說 供求失衡 供應過多 需求不足 而開始令到 就是 價格來講 就一直吹降 而甚至乎 可能會出現一個通縮的局面 那就是 一個 太過聚焦於供應 但是就忽略了 供應那邊 OK? 或者就是供應和供應 如何去取得平衡 就是 我覺得 當初鄧小平的想法 我叫做建立後日會來 在生產供應 在需求之前 在當時的中國的經濟環境 是可以理解的 而事實上我也同意就是說 如果你每次都要等到有需求 才來建立的話 其實你可能會造成很多 或者浪費了很多的經濟效益 造成了平頸 拖慢了經濟發展 這個當然我也同意的 其實某程度上 你看美國也有這個情況 美國經濟現在很厲害 經濟第一大國 但事實上你看回 美國 有一些就反過來 美國其實就是一個需求的角度 它是很強調 很看需求方面 但是 剛剛我們開始也說了 中國的鐵路 高鐵網絡 現在全球首一一指 美國的高鐵網絡完全是看不到 找不到 不是說沒有需求 其實是有需求 但是 很多的因素 很多的問題 就是阻撓了 到現在還沒有一條 美國的高鐵 是建好 建得人運作的 OK 與此同時來說 之後就變成衍生了 那些人 搞不定 沒有這個高鐵 就自己找其他方法 所以在美國來說 你沒有高鐵 就駕駛 所以 變成能逼人去其他方法 你說 這樣是不是 其實阻礙了 或者影響了 某程度上 美國幾個經濟發展 其實我可能覺得 也有機會 不過當然 你現在很難再追溯 比較這件事 就已經沒得比較了 但是這些也是不同的經濟發展的思維的話 是會造成了不同的一個結果 出來 這個就是 中美之間的思維 或者管理國家 或者計劃國家發展的一個分別之處 但是說回中國情況來說 其實中國的鐵路系統 當然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中國的人來說的話 他們都會是 因為中國的鐵路系統 是感覺自豪的 而中國的鐵路系統 也都 其實從經濟角度來說的話 有點而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 大家要明白 你建造高鐵 是要投入龐大的資金 保持營運 因為網絡這麼大 你營運 大哥 你也會有需要維修的 其實這個營運的費用也是不少的 網絡這麼大來說的話 但是 中國高鐵的車費 我覺得是很便宜的 相對於網絡的投入度 相對於技術的含量 相對於車的頻密度 班次頻密度 總總來說 其實這樣的車費 簡直是難以想像的 好 這個 對於一般人來說的話 我想對於用家來說 可能他只會想 我給一百幾十已經可以 坐全球最先進的高鐵系統 可以去到哪個地方 由中國最南到最北來說 可能都是一日之內已經到了 等等 為種種 而且還可以這麼便宜的價錢去承搭 更加是抵到爛 對不對 怎麼可以不自豪 但是問題就是 總要有人賺錢 大哥 你不是每次都說 吃飽飽之後 有後數 大哥 誰賺錢呢 這件事就是 似乎 暫時來說 阿爺 暫時先背了 OK 因為 如果看回一些數據來說 中國鐵路系統 或者中國鐵路局 在建造高鐵系統來說 其實現在的負債也挺驚人的 OK 這些數據 當然大家可以上網去找一下 理解一下 我自己所找到的資料來說 就是 中國鐵路局 其實現在的負債也說 就算未到一萬億的話 都應該是九千億 OK 九千億這個是美金 OK 不是人民幣 大家不要搞錯 OK 我們說的是美金 的金額 當然這也是相當之驚人的水平 負債 大哥 你也明白了 借了錢 當然要還 根據一些報道來說 如果中國鐵路局 只要還息 因為負債也高 只要還息的話 中國鐵路局每年都已經要給25億美金 即250億美金 OK 只是還息 這是一個 OK 你也不是說不驚人 OK 現在還是去到現有的情況 如果之前說 現在計劃就是去到2035年 將現在的高鐵網絡再增加50% 哇 錢從何來 OK 誰搞呢 如果現在國內的高鐵 車資仍然是在這麼低水平來說 老實說 你只是每年用來還息、營運 那裡也不夠 所以 本身現在的網絡 現在的負債其實都仍然有一個 就是每年遞增的情況 那你還要投入資源 新的資源 擴大鐵路系統 說這是一個黑洞 在我角度 如果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的話 或者從負債角度來說的話 這個也可以說是一個黑洞 OK 而問題就是 中國如果說要加車費的話 我想這個也不說得少 老實說 因為老實說 現在 今時今日 每一天 在國內 需要乘搭鐵路的 不是全部是高鐵 有些普通的 一般速度的鐵路來說 總之乘搭鐵路來說 人來說 都是驚人的數字 OK 大量的運輸 交通 人 是要透過鐵路網絡 OK 而 如果你說要加價的話 當然你可以說 喂 這個是一個monopoly 這是國家的東西 阿爺說加價的話 那就加價 誰可以加 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社會造成的反彈迴響 我估計都可以是相當驚人 所以 某程度上來說的話 這也是回到我最初的時候的問題 就是 對於譬如說 俄羅斯 伊朗 北韓 這些經濟相對 不是叫做很強的國家來說的話 政府就會透過一些大型的發展項目 那些可能投入武器、軍備、太空技術、導彈技術 核能技術 而令到國人如痴如醉 覺得我們國家多麼強勁 就不要想其他事情了 我不是說中國也是透過鐵路的便宜的車資 令到人如痴如醉 就忘記其他事情 我不是說這件事 不過這也是始終 我覺得 喂 有負債就要還 問題就是如何還 這件事 這個問題也是始終要考慮的一件事 當然阿爺的資本是心不見底的 老實說 我相信仍然可以大 可以運作一段時間 不過問題就是 我想說這個黑洞 如果按照現在的鐵路局擴張的計劃來說 這個黑洞會越來越大 而會加快地大 因為 你要明白 中國其實是面對一些結構性的變化 很明顯地 剛剛也說了 30年前的時候 鄧小平改革開放 中國那時候的經濟增長 是以雙位數字 每年雙位數字增長 中國的貿易 中國的產能 中國的製造業 每年都是以雙位數字增長 所以當時來說 你如果還要等到有需求 才走來蓋一些東西的話 你完全會阻礙中國經濟發展 但是到了現在來說 中國整體的經濟活動的增長 已經是大幅地放慢 我不是說收縮 不是說倒退 但是起碼是大幅地放慢 如果還是完全都不因應經濟環境狀況 而繼續不斷去 建立後會將來 這個思維很有問題 持續來說 會過度地投入 而沒有一個足夠的經濟效益去支持的話 這些投資其實都只會浪費 不僅是浪費 它還會繼續消耗國家的資源 因為你要明白 鐵路網是用的時候 它的作用很大 它的經濟貢獻是很大 但是鐵路網來說 如果你發展到的地步 是變成大白象的東西 沒有什麼人用 沒有什麼人用的話 其實就會荒廢 鐵路這些荒廢了的話 又是一個完全無底的黑洞 就是中國經濟結構性地放慢增長 這是一個正常經濟發展周期的現象 任何一個經濟體 當經濟開始成熟的時候 經濟增長都會放慢 這個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不僅是中國的問題 任何的經濟體都有這個情況 所以其實是需要有一個 因應這方面的一個調節 再加上中國其實人口的問題 也是很大 這個我們也講過 過去講過不止一次 中國總人口 中國的出生率 已經是全球來說 其中一個最低的 當然 未必低過 南韓 南韓是全球最低出生率的 但是中國的出生率 好像跟日本差不多 而中國來說 基本上現在的出生率 是不足以去替代 填補自然老死的死亡率 所以中國總人口 這個我們也講過 其實中國總人口 兩年前開始已經進入一個 下跌的情況 而如果出生率不能夠明顯地提高的話 中國總人口未來來說 其實是完全可以預計到 是會進一步下跌 那麼 老實說 你鐵路 就是高鐵當然你可以用來運輸 但是其實有很多鐵路的 車卡都是載人為主的 如果人口少了來說 再加上如果人家老了的話 就是年紀大的話 你的活動範圍也少了 你鋪一個這麼大的網絡 就等於人們可以在中國最南去到最北 中國最東去到最西 就是遊走全中國 如果你的國家是遊牧民族 當然沒問題 每個人都要這樣走 但是不是 現在中國已經擺脫了遊牧民族很多年了 現在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在一些城市 或者固定一個地方生活 工作 年紀越大的話 活動範圍就越小 所以 你鋪一個這麼厲害的鐵路網絡的話 去針對一些縮減的人口 縮減的需求來說的話 這個黑洞到時候怎麼修科呢 這也是一個值得深究一下的發展 所以我想對於中國的鐵路網來說 一方面我們既是非常自豪 但另一方面來說 其實我也挺擔心 因為這是一個錢盡的黑洞 一個吸錢的黑洞 這方面來說 其實也是值得探討一下 今天散打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跟大家再談 其他話題 OK?大家照顧 拜拜